伊朗核武之父命案刺殺細節曝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事軍事 軍事熱點節目 最近有伊朗核武之父之稱的伊朗核子科學家法克里澤德 在11月底遭到暗殺 伊朗官方在12月6日公開更多細節 11月27日下午 法克里澤德的助家 從德克蘭前往東部的阿布薩德 途中遭到追殺身亡 伊朗軍方的說法說 兇手使用具備人工智能和人面識別功能 並且由衛星控制的機關槍刺殺了法克里澤德 伊朗革命衛隊發言人沙勒夫說 這次暗殺行動 由衛星裝置引導的先進電子工具進行 根據伊朗官方媒體青年記者俱樂部 半官方的梅爾通訊社報導 伊朗革命衛隊副司令法達威表示 衛星控制的機關槍 識別出法克里澤德的面部放大鏡頭 並且對準他的臉連續發射13槍 法達威說 機關槍安裝在一座Nison貨車上 並且只是瞄準法克里澤德的臉 法克里澤德身旁的妻子就並未受傷 他當時距離法克里澤德僅25厘米 法達威說 事發當時法克里澤德的保鏢翻身跳過去 為法克里澤德擋了四槍 法克里澤德車隊一共有11名保鏢 他說現場並沒有任何殺手 我們檢查過 發現是衛星遠端操控機關槍 現場找不到任何恐怖分子 有關法克里澤德被暗殺的過程 和先前報導有很大出入 伊朗記者瓦瓦茲曾經在Twitter爆料說 暗殺小組一共有62人 當中12人在現場負責行兇 伊朗官方表示 是遙控機關槍射殺 英國退休上教坎普對此表示 法克里澤德被斬首 可以拯救無數人的生命 他是伊朗革命衛隊準將 不單是高級軍事指揮官 還是國際恐怖分子 根據上述伊朗官方對這次暗殺行動的最新說法 我們可以梳理以下重點 首先 整個刺殺過程 並無武裝人員出現在現場 刺殺行動是通過遠距離遙控進行 其次 先進的人工智能設備 擁有強大的人面識別和武器控制功能 他可以在十多人分別乘坐的三輛行駛中的汽車中 準確識別 並且定位刺殺目標 法克里澤德的面孔 在連續13槍擊中法克里澤德的情況下 沒有傷及其他人 甚至法克里澤德的妻子 距離他只有25厘米 也毫發無損 至於他的保鏢 撲在法克里澤德身上為他擋子彈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衛星遙控 意味著這類刺殺行動 可以發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 刺殺成功之後 現場所有裝備自爆銷毀 基本上是不會留下任何線索 大家知道 用在核發電廠燃料的低濃縮油 通常濃度是3至5個百分點 而高濃縮油可以用來製造核武器 伊朗的有濃縮水平 在2019年7月突破了3.67個百分點的上限 之後一直維持在4.5個百分點以上 最近 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批准了國會最新的反制裁戰略法案 誓言如果在兩個月內 不放鬆對伊朗嚴厲的制裁 將會恢復有濃縮水平至20個百分點 伊朗的核問題 不斷觸犯國際社會底線 今次行動 即使沒有任何個人或機構聲明承認責任 但是從刺殺的目標來看 是針對伊朗核武項目進行 而且行動採用了這麼嚴重的高科技手段 那就不難推測是誰對伊朗出手 今次行動的最大重點 是對邪惡勢力的震懾作用 斬首行動 可能會隨時隨地發生 那些在中國大陸還在作惡 還在頻繁曝光 眾人熟悉的那些面孔 最好就小心為妙 今集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這句話 食音 食音 み、食音 除髮 食音 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